你们今天来学风水目的干什么 有的是自己 我想着发财 宅望一下 人望一下 自己发财 事业好一点 这通常的心态 有的要当老师说 我学了 我想去当个风水师 挺好 这行业挺好 真的 如果学会了 这一辈子 你拿一个裸盘 到哪都吃饭 但是不要太黑 待会儿原理都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要太黑 不要去不懂装懂 也不可以 一下子要人太多钱 背的业债也太多了 我在新加坡看到 很多风水师到晚年 全都可以走过 还有咱们马来西亚 新加坡前几个 前一个时代的大风水师 都没有过过70岁了 大概60多岁就忘顾了 原因都很多 其中是背了大人的业力 是其中的原因 就是达人钱财替人消灾 矢量的拿钱财 是允许的 你过量的 拿了你就背负人家太多的东西了 然后你又不能够去解决人家的因果 最后 就是把你 你把 你把人家的债买过来 你看你这边是收入了 但是收入的同时 把人家大量的债 背过来了 压迫着自己 是自己晚年 就不健康 所以是 那么还有的呢 希望健康好一点 就是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人是人 大家不要说自己 好像我又都高赏啊 我要去怎么样 没有 我们是人 人就老实一点 我们首先从自己做起 古人说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你先从自己开始 自己搞好了 今天为什么 让风水自己调 交给你们 自己学会了 自己回家 把自己家里当实验 当实验室 如果实验好了 那你再去出去 给人家做 你就不是蒙人家 对吧 你实验不好 你就要找原因 说老师 我的为什么不灵 对吧 你看我们风水财位一条 大概21天 三七21天之内 你应该财务有一个 明显的转换 明显的转换 那么你如果没转换 老师 我的没转换 那就问自己 哪个地方不得劲了 没挑 那就是实验没有成功 对吧 因为风水是科学的 科学就不能 不能说 我以为这样的就行 你没调到位 它就不起了 对不对 一定是把它当科学 为什么是科学 今天这堂课 我们就给大家告诉 风水真的是科学 你不可以把它当一个迷信 迷信 你就用错了 并且的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上 充斥着迷信的风水 结果是最后呢 就是大家花了钱 没效果 为什么 那个风水师 他是搞迷信 然后咱们也被迷信了 对 然后两个都迷信了 最后是只是想一想 结果是效果没出来 那不可以 那么什么是风水 什么是风水 这个说法很多了 实际上 大家记住风水 没什么了不起 风就是流动的气 那天上的风 刮的风 风是气的流动 对吧 水就是水 水就是水 所以是家里的气怎么样 家里的水怎么样 就直接关系到 你家里的人的健康 跟事业的发达不发达 还有你祖存风水 祖存风水 待会我们会轻略提到 因为今天是八宅 重点给大家讲 回去调祖宅的 坟地风水 很多因素 所以我们今天会提 跟我们都有关系 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大家知道一个磁铁 一个磁铁 如果是我们把桌子上放一块磁铁 这个磁铁周围会形成一个什么 磁场 磁场是什么形的 它不是说磁铁是摆在平面 它是一个平面上 它是一定是以磁铁为重心 形成的一个立体场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方正的东西之后 它在周围会形成一个什么 立体的场 说天元地方 天元地方实体不完全是说 我们古代中国人的理想 哎呀 中国人老土宗太差劲了 但连地是球形的 他都不知道 地球是圆形的都不知道 他说地球是方形的 叫天元地方 实际上 地方是指的什么 地方就是指的一个地方的空间 因为我们在地上 你的生存 你的活动 在古代特别重视空间感 空间感是三类立体的 懂吧 一定有前后左右上下 才组成一个空间 有了这个空间会形成什么 会形成以这个空间为中心 形成的一个立体的什么 场 会形成一个立体的场 这个场就是球形的 这是外面的天是什么 圆的 里面的什么 是方的 所以是我们古人又特别的把我们的心叫什么 叫方寸 方寸烂了 所以乱了方寸了 今天看到美男了 然后方心大烂 方心大烂 方心大烂是方寸之心大烂 就是我们的方寸乱了 乱了磁场就烂了 对不对 所以是古人就告诉你的心是方寸的 方寸是什么 方是立方体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受到的科学技术的发达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看的都是平面的 你很少看立体的 你比方说走路 咱们在地铁上都看iPhone 对吧 那是平面的 它很少是3D的 但是古人没有这么多东西 他就是出门就出去 就是也没电视看 对吧 出门就是大自然 全是立体的 所以古人的思维是3D的 是立体思维 我们今天的人是平面的 平面的已经不错了 你知道照顾面上的事 已经是不错了 大部分人是只照顾自己那点事 就是一个点 对吧 就是那点事 有的是现行思维 早晨醒来到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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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现行的 一天到晚就这样来回的走 它没有一个高度的把 高度的把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你要学调风水 你去调 一定要把风水当立体空间来调 你千万不要说平面的 然后我进去一看 你的风水位 风水位是个立体的 你要调是要调它的力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